试管内一滴乳白色液体掉落 男人的黄胶鞋上顿时一缕青烟 男人向下一看 被吓得愣在原地 见徒弟的举动有些反常 身边的老段赶紧上前查看 他小心地接过男人手中的试管 之后将男人的鞋子脱下 此物乃是三级乳化炸药 现在师徒二人心里都清楚 如果这东西在屋里响了 轻者徒弟主拐 重者两家失息 老段双手捧着黄胶鞋 小心地挪动铺子 二人一起来到门外 到了沙池旁边时 老段赶紧顺势一丢 只听一声闷响 师徒二人这才有惊无险 老段试验弄火的手艺 十里八村遭遇远近闻名 身为炮工的塔 也在各大矿厂混得风声水起 可即便他已经安全爆破了二十年 每次执行爆破任务时 依旧小心谨慎不敢怠慢 这天老段像往常一样 下井干活 按照吃工流程 在岩壁上打孔 之后装上乳化炸药 水泡泥和黏土的风堵之后 老段确定了井下瓦斯气体的浓度 何时无人 最终他淡定的拧开了引爆器 伴随着哭动一声 老段顿感吸引发毛 因为他用耳朵一挺 就觉得不太对劲 井下活光凶起 气浪滔天 这明显是瓦斯和梅臣被点燃了的迹象 就这样一场计划之中的定点爆破 变成了精准自焚 当老段再次醒来时 连耳轰鸣 他还没回忆起来是咋回事 就被安全主任老王给架了出去 看着隔壁的四具尸体 老段才知道 这是矿上死了人 一双大金鞋 影明想开豪车不知道 不过老段的失误 明显是影响了大金鞋的财路 此时的大金鞋 谁又怕又气 为了歧视宁人 最终大金鞋选择 按照矿上的规矩办 死了得给三十 活着得给三万 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报关 老段习得糊涂地砸了饭碗 在外面吃了憋的他 准备找自己的相好 哭诉中场 小红年过三十风韵犹存 尤其那一抹粉嫩的嘟嘟唇 曾经更是征服过 卫虎山的坐山雕 老板娘坐陪之下 麻辣味的火锅热气腾腾 一夜的相互治愈之后 老段越想越不对劲 尽管小红是想借此机会 好好和他过日子 不过老段的倔脾气 还是没控制住 晚上老段偷偷地潜入井下 一番调查之后他发现 问题就出现在这水泡泥上 水泡泥的作用 本是风尘放炮 可老段却在其中 闻到了汽油的味道 还没想好吃后咋办 结果老段一回头 当头一铁棍就轮了过来 来人正是安全主任老王 警下大人进行了一番冷冰气质战 从老王的出招来看 应该是已经起了杀心 还好最终老段凭借一身蛮力 总算将老王供犯 当着大金鞋的面 老段拿出了证据 水泡泥中本应该是清水 可现在点火居然着了 看着有人吃里爬外 这下大金鞋彻底翻了脸 他直接将老王按进了水桶 当然有能力和自己争况的人 大金鞋自然是心里有数 大金鞋痛下杀手 本想送走叛徒以及个后患 可他还不知道 整个行雄过程 已经被人录了相